湘寒 原來是湘寒出了問題 管線其實是本來存在的 但是這個幽靈的湘寒 為什麼會出現呢 其中的問題點 究竟是出在什麼地方 其實大家今天都在講說 湘寒這個問題 那現在檢方這兩天去勘察現場的重點 也發現說出勝了那個地方 可以很明顯就知道說 主要在凱旋路跟二勝路口 對不對 對 這個地方後來去發現在下面 不管你四寸管也好 或六寸管或八寸管 不管是你中游中石化 或是李長龍 尤其是最有可能 這個嫌疑外洩的四寸管 這個七乘以四 二十八平方公分 我們在講這個地方 後來發現 竟然有四公尺的 李長龍化工的 這樣的一個管線 穿越了這個 下水道的這個 雨水湘寒 你知道嗎 在這個地方 湘寒竟然出現了 而且是三條管線都在裡面 其中這個 李長龍化工這四寸管 就穿在裡面 所以那四公尺 在湘寒裡面穿過去 我們一直在講湘寒湘寒 這個管線 為什麼不能穿過湘寒 我們講湘寒 其實用最簡白的 那個意義告訴大家 就像是地下的一條水溝 地下的下水道 它裡面會有空氣 會有水 我們這兩天 其實都講過 湘寒就是下大雨的時候 排水排到下面去 你那個 這個湘寒會 全部充滿了水 因為這個湘寒就是負責把這雨水 輸送到河川裡面去的 對 那這湘寒裡面會充滿了水 它一定是空氣 水 濕度 都最高 對 那管線在裡面 本來再出了像我們現在給大家看的這個管線 金屬或是鐵管或是鋼管在裡面 再怎麼樣出 最後它長期泡在裡面 下雨的時候全部都是浴水 全部包在裡面 你想想看 水本來在裡面 這裡面的濕度都在90%以上 是 這裡面的這種管線 就容易會腐蝕啦 腐蝕長期泡在水裡 空氣水氣 然後極度潮濕 濕度非常高的這個環境當中 你說會不會氧化 會 你說會不會鏽蝕 會 難怪檢察官去看現場的時候 哇塞 本來這個是厚度有一定的厚度的管線 已經薄了跟這個紙 完全薄如紙片了 那現在檢察官就講說 因為中油 中石化 還有高雄市政府 李長榮化工等等 地方跟中央這些所有單位 還有這些業者 都說不是他們 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那檢察官的意思就很明白 好 你們都說 中石化 中油 李長榮化工 高雄市政府 中央單位都說不是你們 那我就全部抓來問 全部一次問清楚 到底是誰 湘涵到底是誰做 你們都說不知道 那可是偏偏就外洩了 所以連檢察官都覺得不可思議 現在大家都說 湘涵到底哪裡來了 對啊 經濟部部長張家柱講說 當年中油在民國79年 就是這幾天一直在爭執的 1990年在埋色管線的 中油公司的時候 當時施工 我用很簡單的一個圖畫給大家看 假設我用紅色畫一個 這個是湘涵 對 按照張家柱的說法 他說當時中油施工的時候呢 看到這個湘涵 它避開了 繞過去 繞過去 它在設計的時候避開了 然後這樣穿過去 可是這次出事了 明明管線就在湘涵裡面 那張家柱怎麼講 那這個湘涵呢 這個湘涵是圖上的湘涵 設計團那時候有看到 可是另外一張 從檢方現在出事到現場看驗 還有跟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說 沒看到這個地方 那個地下有湘涵啊 沒有湘涵 不知道湘涵哪裡來 變成幽靈湘涵 那幽靈湘涵 怎麼會多那個湘涵呢 問題張家柱說當時施工的時候 中油在施工有看到一個湘涵 已經避開了 可是這次明明就看到 是沒有避開管線在裡面的湘涵 也就是說 這一個 我畫一個橢圓形的 這個幽靈的湘涵 高雄市政府說不知道 那邊有湘涵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橢圓形這個地方 其實就爆出了一個湘涵 這個就是幽靈湘涵 那這個湘涵到底哪裡來的 這湘涵在圖上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看到當時的設計圖 沒有看到這個湘涵 圖上看不到了 那這個湘涵到底是誰設置的 然後如何設置呢 誰做的 不知道 現在大家沒有人承認 誰做的湘涵 為什麼沒有人知道有這個湘涵 對 現在那個他們也在講說 因為水利局也講說 根本不知道有這個雨水湘涵 所以當然沒有列入 這個尋灑的這個維護的範圍 你知道嗎 今天龍捲風製作單位 也有打電話去給這個 水利局的這個副局長 廖澤民廖副局長 然後也問了他 因為二勝路那個地方 你知道嗎 他是當年是計畫性的道路 埋設湘涵的時候 埋設這個管線的時候 還是計畫性的道路 那這個廖副局長他有講 開這個馬路呢 高雄市政府有兩個單位最有可能 一個是公務局的興建工程處 一個是民政局 在高雄市區你要開任何的馬路 跟這兩個單位都會有關係 但是他沒有辦法確定說 二勝路那條馬路 是不是這兩個單位挖的 有可能 有可能是他們挖的 但也有可能不是 他自己沒有辦法確定 但是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他說因為這個地方 因為不知道這個下水道 還有這樣的一個雨水相寒 所以自然沒有列入 在他們的那個圖當中 所以這就是高雄市政府 這兩天的一個說法 說找不到這個圖 沒有圖 圖上沒這個雨水相寒 但相寒卻實際上存在 他們在道路檢查的時候 他們不會發現底下多了一個 雨水相寒嗎 你說高雄市政府不知道 中游說 中游的這個發言人張瑞忠他來講 1996年他跟張瑞忠的說法 其實口徑滿一致的 他說1990年設置的時候 根本沒有看到這個 所謂的幽靈相寒 這可能民眾自己蓋的湘涵嗎 有可能嗎 這又不是要有人住的啊 對啊 湘涵是給這些 那不是民眾自己建的 給水疏通耶 是讓排水系統完善一個城市的地下水道的功能耶 那這樣只有市政府會要做這個東西啊 對 不是市政府 如果市政府不知道 難怪是 難道是老百姓挖的嗎 是我們一般人去挖 誰那麼無聊 沒事去挖這個馬路 然後挖到這個地下水道 然後去把湘涵蓋在那邊 所以水利局才會說嘛 不是新公處就是這個地震局 對地震局嘛 那不是新公處就是地震局 那這兩個單位是屬於哪個單位的啊 高雄市政府啊 欸 怎麼 說到最後還是高雄市政府啊 就算水利局 還有這個 他們講的說這個 不是公務局新公處或是地震局 那高雄市政府 它其他上面的主管 高雄市政府的高層 知不知道 那所以後來就有記者去問 這個高雄市長花媽 這個陳菊 說如果說這個湘涵 這個圖線 你們說不知道這個湘涵是怎麼來的 那是不是高雄市政府過去都沒有去查這個事情 那管線在那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陳菊你知道他怎麼講 他說管線的實話 這個尤其是實話管線的主管機關是經濟部 今天以後高雄市政府的立場很清楚 沒有安全就沒有管線 所以他也避重糾情了 沒有去正面回答說 高雄市政府到底知不知道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湘涵跟管線的存在的 誰先誰後的這個問題 對不對 可是問題出問題就是這個幽靈湘涵啊 那幽靈湘涵為什麼花媽 他又把它避掉了呢 對 連高雄市政府都一再講不知道 但是呢 市府有沒有盡到監督的責任 我覺得高雄市政府你應該要講清楚 而不是說把罪魁禍索 禮償的話關也揪出來之後 說管線可能也是中油埋設的 全部都拉拉進來 相關業者跟中央單位進入都有責任 難道你高雄市政府沒有盡一點督導監督的責任嗎